彰化車站前老舊將近30年的僑友大樓 在今年6月發生嚴重火災 燒出4條人命22個傷者 在經過建築施工會鑑定後 判定為為樓 彰化縣府終於下令必須拆除 那特別是他在鋼筋 以及會員的部門的強度確實是不夠 那縣政府現在已經通知他 一個月之內自行拆除 那不然的話縣政府會代為執行 縣府要求所有全人一個月內 提出拆除計畫 並朝都市更新辦理 而拆除後要重建 大樓所有人超過半數 似乎已經討論好方向 希望說政府幫我們福島 來督更 還有保障他們 基本所有全人的 每一個人的所有全的權利 預計三到五個月的拆除流程 白香果商旅負責人 日前才被一過失致死送辦 但身為管委會 主委的他還是非常關心 大樓接下來規劃 他說拆除後可以改變市容 而所有選人都希望 多更後能單一發展 能變更為辦公大樓 不再是混合式大樓 聽到這消息 在定民眾也很開心 要拆掉電梯 因為立市才過 但是因為如果發生大火的話 應該也沒有人敢在那裡 所以拆掉應該也是可以 因為橋樓大樓先後發生三次大火 商家陸續撤出 多數的樓層也都荒廢 當地人說一度有鬼屋的傳聞 只希望拆除重建後不要再有意外事件發生 TVBS新聞陳志忠兩百一彰化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